大家好 很快就到2018年了 又是時間和大家看看2018年冒出年 各個生肖運程是怎樣的 無論怎樣都好 每一年12個生肖裡面僅有四個是犯太歲的 在國內甚至乎有些算命師 認為每一年12個生肖裡面 是應該會有六個生肖是犯太歲的 其實這些都只不過各司各法 傳統上我們都只會用這個連枝 去配合這個神殺來推算生肖運程 我KIM今年特別額外用了附加的術數 去預測2018年各個生肖運程 不如現在我們就看看 你所屬的生肖運程是怎樣 屬九個朋友在2017年和2018年都是犯太歲的 那犯太歲的運程會有兩極化 是變化的一年 好的會更加好 壞的會雪上加上 心情當然是屈滿 在金錢方面特別小心理財 健康方面也是一般的 總而言之要調理好自己 尤其是自己的心態 一年很快就過退了 我建議你就是在2018年 就寄成於哲學和宗教 最後KIM祝大家在未來的2018年 從心靈的學習當中得到進化 感受到人心的充實和喜悅與平安 天議員 再次見到香港 更加浮誤 現在我們在香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